恭喜2007夜星成為本週標股 績效高達14.98% 想要知道下週標股是誰 一定要記得鎖定本集節目喔 GO! 大家好,歡迎收看台股特派員 我是平君 歡迎古騎生子兵法的孫武仲老師 大家好,我是大師兄孫武仲 歡迎鼓動人生的林志龍龍哥 哈囉大家好,我是仲哥 萬七號角又再次響起了 台股盤勢真的是連連往上升 那下週的盤勢又會如何 標股又會是誰呢 那我們趕快來請老師投票吧 是,我們讓大哥先來好了 好,那我投華廣 4737的華廣 還有2038的海光 和1905的華直 接著換小帝我 小帝我第一個要選這個 6457的紅康 紅康 對,那第二個要選 3122的升權 最後一檔我要選2105的振興 對,我選這三檔 想要問一下孫武老師 最近鋼鐵族群真的是非常的強勢 那如果選這個海光的話 是不是要擔心就是追價的問題喔 好,那我們知道最近股票都很容易過三光 過完三光以後才會整理 那我們看到海光今天拉出第三根漲停板 那個行程過完三光 那當然明天整理完 就是禮拜一整理完 拉回你再找買點 我們看到不只是海光 包括中鋼都非常的強勢 鋼鐵股現在在美國擴大內需的需求下 有供需失衡 缺漲價的調漲的一個利多情況下 我想認為鋼鐵股每次這種原物量 僅多是一波漲到底 所以鋼期漲到目前為止 後面應該還有高點可期 所以我認為鋼鐵股拉回可以找買點 龍哥你覺得呢 真心話 那為什麼我覺得鋼鐵還有幾位呢 最主要是因為第一季的財報還沒有反應完 那我們預期說鋼鐵股會走到這個第一季財報 因為鋼鐵股這邊一直漲價 其實有一個最重要的題材 低價庫存 所以這個第一季財報這邊投票 你可以好好做個期待 那這邊也想再問一下孫老師 華指這個部分啊 目前也是就是開始是一個漲勢 那他有在做一些環保值類的一些題材 那這個是不是後續的一個趨勢呢 好一樣紫漿在最近也是在調高報價 就是他現在也是紫漿開始在缺 在紫漿調高報價的情況下 我們知道華指是目前台灣紫漿 供應相對比較大的公司 所以在未來調漲紫漿價格 未來的漲幅也是可期 最近原物料 我們包括看道琼供應指數 不斷的創新高的情況下 整個原物料產業在未來台股下週 都有很高的機會 那這邊想要問一下龍哥 就是你選的這個洪康呢 就是目前MCU的供應鏈是吃緊的一個狀態 那所以呢就有一些替代方案 他有可能會吃到這塊大餅 所以這樣子的話 他是不是後續就是有一個攀升的趨勢呢 其實我選洪康跟這個三拳 其實有一個很大原因 就是因為這邊四星已經打開電停板了 那先前的IC設計呢 因為四星這邊紛紛做了一個修正 但是龍哥這邊要跟大家提到的是 他產業基本面並沒有改變 那如果四星這邊已經打開電停了 那先前修正的IC設計呢 怎麼下來日後就怎麼漲上去 而且我們可以看到 MCU這邊還是頻頻傳出一個漲價 所以我們這邊就選擇這個 645C洪康跟3122的生權 那老師選的華廣啊 在人體試驗這個就專利通過之後 是不是後續也是看到這個狀態 好那我們知道華廣最大的營收 來自於血糖基跟血糖測試值 那在我們知道現在 那個糖尿病人越來越多 所以使用的情況越來越好 包括國內跟國外 所以他的整個營收是很穩定的成長 最近也在成長的情況下 我認為華廣在生技股裡面 他是屬於比較穩定獲利的一家公司 所以如果你想維持目前穩定獲利的情況下 我認為華廣在做那個血糖相關的產品的 應該會有很高的機會 那龍哥車是開始復蘇了 你選的振興這個攀升走勢也是非常的明顯 那後續怎麼看呢 是其實這種哥從年初到現在 邏輯都沒有改變 一半的布局電子股 一半的布局傳產股 因為今年是走一個原物料大多頭行情 所以通統行情之下 原物料類股自然不會太寂寞 所以剛剛孫老師提到 鋼鐵類股或是塑化造紙 其實相較它也是在漲價 所以萬物接漲的情況下 你的資產配置一定要有原物料類股 那孫老師怎麼看 我認為他認為 為振興的原物料類股漲漲漲是一個振興化 因為在目前來看一下整個國際原物料行情報價 全面上漲的情況下 應該會有很高的期待 股站上萬七之後 下坡會不會站穩繼續往上 還是會開低震盪呢 我們就要請老師來提供一下口袋名單囉 那我們先請孫老師 好那我提供這檔是一個化工股 他主要在做電池相關的原料 在未來電動車持續看好的情況下 我們知道電動車最重要就是電池 那電池的原料 那目前他營收在3月份成長了32% 那營收2.6億元 那他生產就是硫酸菇 還有電池相關的一些電極材料 所以我們知道在未來電動車發展的情況下 他又是化工股又是原物料股 所以在兩個利多價值下 未來應該行情成長有可期哦 那龍哥你的口袋名單呢 我一樣是往電動車 那我選擇是ADS先進駕駛輔助系統 那他的產品可以用在兩輪 四輪甚至八輪都可以用到 所以美國市場跟中國市場 他這邊通通難掛 那目前法人預估說 這今年的獲利跟明年的獲利 都會爆發性的成長 那這邊也是一樣 股價有先做了一個修正 也是因為什麼 因為這個視線影響 股價有做修正 那我們那麼說 這個修正呢 回測到這個上揚月線呢 其實是一個很合理的買點 因為葛蘭幣巴拉法則告訴我們 回測上揚的均線 通常都會有個像樣的板台 想要知道老師的口袋名單是什麼嗎 記得要加入老師的Line App 跟Telegram 把老師加起來哦 我們台股特派員下次見 掰掰